这期画面可以看到戴白色帽子的卫姓男子走路摇摇晃晃 随后被民众发现倒卧在路旁 在救护人员的协助下紧急送医 据了解卫姓男子的外甥女表示 3号上午8点多 卫姓男子在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二段151号 遭人随机刺伤 随后在马街医院进行治疗 但警方倒怨后却闻到酒气 该民众因酒醉尚无法详细说明案情 另检视警部有受伤情形 对于警方的说法外甥女则反击 舅舅是脑部受伤表达能力比较不清楚 并非所说酒醉无法沟通 被刺伤当下舅舅还有拍照和打电话给外婆 被不认识的人攻击 但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没有发现第二人 现场监视器有发现该民生影 唯一发现有冲突异常情势 目前持续调阅周边监视器 真相如何成了罗生门 而台风天似乎也不平静 因为新北也有随机伤人案 在新庄区复兴路二段三日晚间七点 潘姓男子和女友吃火锅后 独自一人在人行道抽烟 没想到机车上的曾姓范贤 觉得被看了一眼不爽直接持刀冲过去 各伤潘姓男子 警校倒闯后发现曾姓范贤 疑似适用毒品神志不清 先上靠 先上靠 真姓范贤上靠后被带回派出所征讯 警方后续也将依伤害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